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爱荷华州教堂停车场枪击案 导致两名女性大学生死亡 县治安关办公室今天表示 凶手名叫乔纳森·惠特拉奇 今年33岁 与其中一位名叫爱登蒙堂的22岁受害者 有家庭纠纷 两人曾经有过一段恋情 但在分手之后 凶手在5月31日 因为冒充公职人员对蒙堂进行骚扰 而被警方指控 并计划在6月10日出庭 枪击事件发生时 当地正在举办一个青年的圣经学习计划 大约有80名高中生和大学生在教堂内部 不过凶手很明确的 在蒙堂和他的朋友走向教堂时 对他们进行射击 枪手是单独行动 并且在达成目标后 就开枪自尽 拜登总统在昨晚发表了 有关枪支立法的新计划 并恳求10名共和党参议员 加入民主党人的行列 拜登明确表示 他愿意接受远低于他要求的措施 以换取联邦政府真正的行动 在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些主要建议 包括禁止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夹 将购买枪支的年龄提高到21岁 加强背景调查 制定安全储存和危险信号法 废除保护枪支制造商的豁免权 并解决心理健康危机 拜登还说自己尊重拥枪文化 但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权 如同其他权利一样 都不是绝对的 他不是要夺走任何人的权利 只是想保护小孩 如果本次立法在国会失败 他会要求在11月再次进行投票 纽约州参议院昨晚以43票 对20票通过了一项枪支限制法案 将会禁止任何21岁以下的人 购买或拥有半自动步枪 新的立法也将限制平民购买 水牛成枪手身上所穿的防弹盔甲 并且要求新的枪支配备新的技术 帮助执法人员追踪特定子弹或枪支 除了将合法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外 该法案还要求任何购买半自动步枪的人 都必须获得许可证 这份法案已经送往了州长或出办公室 等待签名 预警很快就会正式实行 犹他州加州目前也提出了类似的立法 议员们正在商讨进一步的细节 川普前顾问彼得纳瓦罗 因为拒绝配合1月6日委员会的调查 在今天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据华盛顿特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 比尔米勒称 他目前因为藐视国会罪被拘留 预计今天下午出庭 面临的两项藐视指控中 一项是他未能出示委员会要求的文件 第二项是未能在众议院调查人员面前接受传唤作证 传票在2月份发送 众议院在等待两个月无果 并在4月份将案件提交给司法部 纳瓦罗的团队声称他无法合作 因为前总统川普在此事中声称拥有行政特权 不过起诉书中也有写到 委员会在2月27日就告诉纳瓦罗 双方可以讨论一些话题 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对行政特权的担忧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